好的我们这边来看一下MRC对阵狼队的第一局上半场安逸首发上场底牌挽留的雕刻家 这边的话MRC最近也是把这套就是玩具商的体系玩的风生水起 什么地图圣心愿是吧 圣心愿可以 这套阵容的话穷者前期的一个牵制能力很强的 要抓的话只有看祭司的位置了 祭司如果在医院外面可以抓 医院里面的祭司雕刻家拿他其实也没有特别大的办法的 那安逸带底牌的话应该是带一个闪现 其他的话我觉得前锋和玩具商看情况吧 玩具商和祭司其实看位置 前锋的话也不是说不能抓 也不是说不能抓 就你雕像准了你连用面能抓 就看你这雕像准不准了 安逸这把的话前期开局我觉得是蛮难打的 或者前期节奏蛮难起的 就看有没有神雕了 正常交换的话我觉得要100秒 100秒才有可能击倒 为什么他这边抓前锋100秒可能都不止 因为这是一个四黑局 四黑局前锋就算吃一刀 除非就什么神仙两架然后配一刀 但凡你这边给卡哥一些身位 他就可以进医院 进到医院以后就有祭司的洞 然后外之围还会有跳板 玩具商的跳板来进行支撑 所以说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他是有非常多的辅助手段的 前锋这边再拉一波球 祭司一个洞对不对 就是你这边想要抓一个前锋 你在路人局那可能抓了 你在闪现抓了也就抓了 你在四黑局的话前期就会很难过 很难打 这样的话抓祭司 医院里面的祭司也不是想抓就能抓的 前期外面的话 拥兵跟玩具商两个人在修 虽然说这边两个点没有修 祭司没有修 然后前锋没有修 但两个人在修 我觉得也不亏 等到你这边锁定目标以后 另外一个人出去修 比如说你锁定的是前锋 我这边祭司修 你锁定祭司我前锋修 也是差不多接近三台机 这边到落地刀有没有 这里的话祭司好像是小迪老师 故意想骗安逸打一个落地刀有没有 他就在这个边上面让你打一个落地刀 然后再拉开身位 他的一个意图应该是想不想吃雕像 就吃刀没关系 我不想吃雕像 这里的话应该要交闪了 看这个闪现 不闪吗 不闪的话祭司翻 再往二楼走 刚才这个位置其实我觉得可以闪的 闪出去的话应该是能带走这个祭司的 哪怕他打洞 你跟洞跟过来应该也有机会 夹了一下板子下掉 最终还是要交闪 这闪还没闪到 夹一手没夹到 一刀带 嗯 机子的话夹起来差不多三台 傭兵来救一波人 只要不出现双刀 我觉得这个局都是偏向于一个四人开门战的 偏向于四人开门战的 安逸这把有点难打了 不过他带的是一个挽留的话 至少还有一点点盼头 他如果不带挽留的话 四人开门战 我觉得大概率是一个三跑 甚至穷者这边 如果说玩具商这里 对吧 跳板放好了 祭司洞铺好了 是有机会尝试一个四跑的 这边 傭兵一个雕像 但没到二阶 你雕像去拿 伤害应该也拿不了 不好打 这里首先他祭司都不一定处理得掉 这个祭司手里面有一个洞 小迪老师祭司手里有一个洞 然后待会还能蓄出一个洞 这两个洞现在交 你击倒不了 我待会留着开门战 你心里更没底 小迪老师这边还省洞 啊 那风哥会不会过来保一手啊 我们看一下前锋 前锋这边的话 因为他是没有带博命的 所以前锋待会要救人的话 可能选择撞救也不错 这里夹 没能夹中 归更节点还是这套阵容 雕刻家前期的节奏太难追了 雕刻家前期节奏太难追了 这里玩具上一个跳板跳过来 这是玩具上在试验跳板 大家可以看小镜头啊 玩具上在试验跳板 大家注意放好了 这个跳板是直接跳地窖的 看视频的同学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直播的同学 可能没看到这一幕就看不了了 这边是放了一个跳板 也就是小迪老师 这边冲出去待会儿 直接一个跳板 是有可能直接跳地窖的 这边队友在开门 大家注意这个局 跳板已经放好了 跳板已经放好了 待会儿我们看一下小迪老师这边 能不能利用这个跳板 一个洞先出去 好了 跳板 跳板就在前面 希望就在前方 一个跳板跳地窖 哇 打了个大区 你们快走 天呐 他在跳板还试了一下 牛逼 哎 牛逼 你看 这个真的是 他们MRC 这队伍的这个玩具商体系 确实给他们打出来了 前中 前中期都没有看到玩具商的影子 然后最后一个神奇的跳板 但怎么说呢 还是知道这种前期 爱意开局选择抓前锋 然后前锋 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稍微休息 看双方的第二局 第一局下半场